犹太少女假装拿东西 实则实在施展美人计 拿完东西进屋换衣服 故意回头撩拨维希民兵 民兵扫得小脸通火 其料犹太少女顺着后门逃跑了 维希民兵听到动静 立即打开房门查看 却发现少女早已不见踪影 民兵顺着后门追了出去 少女一路狂奔 精力高的围墙也能轻松翻过 却不料选错位置 跳到了民兵院子里 民兵上来给了美女一个鼻动 一巴掌打得美女头昏脑胀 此时巴黎城内正在开展春风行动 但凡是街上的犹太人都会被抓走 不论大人小孩父母 不论什么身份地位 统统都会被抓走 女人得知此事 立即冲出窗外大喊 小孩看到坏人欺负妈妈 冲上去帮忙却被一脚踢开 趁维希民兵不注意 大女儿抱着小妹 悄悄溜出了屋子 妈妈却遭到维希民兵一顿毒打 法国邻居听到屋内动静 一眼就看明白了怎么回事 女人灵机一动拉起小孩 无奈小孩不给力 这下邻居也无能为力 听到动静的邻居们也立即行动起来 男孩倒出自己珍藏的弹珠 全部倒在楼梯上 试图阻止维希民兵进入她家 民兵上来时没注意到脚下弹珠 一步留神摔了个狗吃时 民兵很快搜查到男孩家里 拿着女人家的户口本对人头 却发现这件的顶梁柱不在家 女人谎称丈夫一周前脑依血挂 还没来得及消祸 民兵也没有过多怀疑 只是催促女人赶快收拾行李搬走 怎料这小孩专业坑爹 是问母亲爸爸不和我们一起搬吗 这句话简直把搜查的民兵都逗笑了 紧接着男孩没开二堵 一脸天真的问妈妈脑血栓是什么 妈妈彻底被这报恩儿子折服了 这个报孩子的犹太女人更是可怨 无助地站在楼顶 最终带着儿子从16楼医院下 这使得犹太人更加的恐慌 老太太不忍心自己的孙子受苦 于是慌忙带着孙子来到法国邻居家 请求法国邻居给孙子一口饭吃 说完就匆忙离开了 他还要等自己的老伴回来 奇料搜查的士兵直接将他拽了出去 老太太说自己老伴以前参加战争 是国家的英雄 他们不能这样对待军人家属 但维系民兵压根不听老太不哀求 将所有人都赶上了卡车 女人看到了自己的大女儿抱着小女儿 但为了女儿们的安全 她只能假装不认识 此时两个民兵走向女孩 要求她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 好在关键时刻 两个特殊工作者及时出现 谎称女孩是他们一块的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此次行动 总共抓捕了两万五千名犹太人 所有人被关进一座足球场 犹太少妇忍不住脱下裤子 蹲在过道里方面 一旁的小孩也在随意大小便 两万五千名犹太人 全被关在这座球场 他们不但如厕困难 一日三餐和饮水更是困难 女人们只能接牌水管道滴出的水 喂给自己的小孩 在内粹高层的压力下 法国不得不找来两万名犹太人 上交给他们 为了能够迎合内粹高层的需求 维系民兵坚决不放过一个犹太人 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 只要能喘气的犹太人都会被拉来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本就患有疾病的犹太人 更是苦不堪言 可若大一个足球场 却只有一名医生和六名护士 医生雷诺也是分身法术 这天 消防队的人来球场检查安全隐患 犹太人们看着消防员 仿佛看到了救星 队长难以想象这些人是怎么生存的 于是命令手下打开水管将水送进来 犹太人们兴奋地欢呼 在这一刻 队长就是他们的光 人们纷纷拿着容器上前接水 看着小孩对着水杯倡议 队长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哪怕上名怪罪下来自己受罚也值了 此时一名男孩将性塞进消防员口袋 其余人也纷纷效仿 这都是他们写给亲友的书信 回来之后 队长特意给队员们放了一天假 让队员们将这些信件送到他们牵挂的人手中 虽然他们并不能收到回信 但也能向外界的人聊表思念 这天 一群内罪军官来到球场 看到这群罪魁祸首 犹太人全部冲上去怒骂德军鬼 恨不得亲手将他们撕碎 犹太医生向军官说明他们需要医生 但军官却说用不着了 他们马上就会被转 此时女人们提着大包小包去赶火车 一路上有说有笑 殊不知迎接他们的人是无休止的囚禁 维系民兵将犹太人们赶上火车 连同那名医生也被一同赶上火车 他们被送到了伯纳拉罗朗德集中营 住在这里显然要比球场好上许多 至少他们有水喝有饭吃 草木皆兵的犹太大学生说水里有点 吓得难还赶紧吐出 然而真正汇要了他们性命的不是这碗水 德军上方已经下达指令 要求他们烧掉集中营内的所有人 要彻底消灭犹太人的痕迹 并且德军长官会亲自过来监察 第二天天还没亮 士兵就将睡梦中的犹太人逐个叫醒 迫不及待将他们押往刑场 民兵一把扯下女人的肩带 散开她的头发找金子 女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紧接着民兵扯开女人的胸衣 在女人胸前找到一张钞票 民兵发现女人私藏财物 上去就甩了女人一巴掌 犹太女人们为了不让财宝落入敌人之手 在上刑场之前 女人们纷纷来到厕所 摘掉珍珠耳环 在一把扯下珍珠项链 一把丢进了厕所 少妇不舍地亲吻着丈夫送她的定情信物 不舍地将她丢进粪坑 接着又摘下手上的婚戒 丝毫不理儿子的阻拦 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结婚戒指 忍痛将戒指扔进粪坑 他们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让德国人站到一点点 德军将所有人赶到广场上 随后让大人小孩全部放开战 这可是触及到犹太人的底下 他们死死搂住孩子坚决不放手 德军长官只好命令士兵强行将他们分开 现场充斥着妇女和孩子的尖叫声 男人们全被集中到栅栏另一层 看着德军折磨自己的妻儿 想帮忙却又无能为力 眼看场面即将失控 德军士兵架起机枪一通扫射 人群顿时安静下来 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活命 女人们也只好按他们说的做 年幼的约翰透过人群最后看了一眼 这一别将是永远 妈妈突然折返回来 告诉儿子一定要逃走 这样才能活命 法国民兵将所有人带往火葬场 残忍地将他们丢进了焚化口 小孩们被暂时安置在集中营内 等着卡车回来运送他们 约翰始终记得妈妈的话 他穿多自己的小伙伴跟他一起逃走 但伙伴却说自己走不了 他还要留下来照顾患病的地 于是约翰又找到了另一名男孩 他和男孩约定一起逃离集中营 最终在孩子们的配合下 两人成功逃离了集中营 然而厄运很快降临到这批孩子身上 可不明情况的孩子们 看到接他们的卡车 还以为要送他们见妈妈 争先恐后冲上卡车 随后又将他们转上火车 女护士丽莎得知孩子们 即将被运往火葬场 于是立即冲到火车站阻止 其料还是晚来了一步 火车已经开动 从那以后 丽莎总会主动收养流落街头的孩子 直到二战结束 一共收养了一百多名孩子 这次猎杀行动 总共抓捕了两万五千多犹太人 但成功逃脱的只有25人 直到1995年 法国总统才承认了 维系民兵在此次行动中扮演的傀儡角色